天火尊者恢复入身后的唯一一次战败 为何会让萧妍乐开了花 天火尊者作为老牌斗尊强者 哪怕只剩残魂 天蛇这类小角色也奈何不了他 萧妍帮他重塑身体后 他除回斗尊境界 变得所向披靡 在洛神剑和叶城连连获胜 不过新手保护器一过 他还是战败了一次 但萧妍不但没有惊慌逃窜 反倒乐开了花 这是为什么呢 萧妍在叶家休养了三天 冰河谷的第三波追击就到了 还联合了和萧妍有仇的魂殿 带上了他们的窦尊大长老 天火尊者被冰河谷大长老缠住 虽然他很急 但一时之间也甩不开这个牛皮糖 魂殿窦尊正要斩杀萧妍时 小一仙突破窦尊及时救了他 萧妍看到小一仙松了口气 小一仙伤好了 还控制了个难毒体 这对萧妍来说是好消息 萧妍细看小一仙 发现看不出他的实力了 就问了他 小一仙轻笑点头 萧妍很高兴 魂殿窦尊看到萧妍身边有两位窦尊 很惊讶 心想萧妍不是大陆边缘的穷小子吗 怎么有这么多高手保护 这时 天火尊者摆脱了冰河谷长老 跑到萧妍身边建议逃跑 他们刚打开空间通道 一个穿白袍的人就出现了 寒气瞬间暴涨 整个夜城都被冰雪覆盖 冷得要命 萧妍三人那前冲的身形 也在此时凝固了 一股危险质感油然而生 三人身形暴退 这突然出现之人正是冰河谷谷主冰尊者 所有的叶家人在此刻完全呆滞 叶欣兰更是脸颊煞白 身体都忍不住的有些摇晃 冰河谷谷主这一等强者威名 在中狱几乎是无人不知道 无人不晓 平常的极难瞧见他 没想到今日为了萧妍等人 这位传说中的大人物 居然也是亲自出动了 冰尊者出现之际 萧妍三人便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目光凝重地望着冰尊者 萧妍心中震动 这等强者一个弄不好 明年的今天就是他萧妍的祭日 天火尊者和小一仙也是眉头紧皱 清楚地知道现在局面十分严峻 冰尊者并不在乎其他人 只是目光火热地盯着萧妍 他一直点出 孤笑在其周围的雪花颜色 瞬间诡异地化为黑色 然后铺天盖地地对着萧妍三人抱舌而去 见到冰尊者发动攻击 小一仙与天火尊者脸色结实大便 两人迅速将萧妍挡在身后 浩瀚的斗气自体内抱涌而出 表演面前形成滔天斗气之墙 无数的黑色雪花 如暗器般地射在那庞大的斗气之墙上 并深深嵌入其内 一股诡异的黑色 在斗气之墙中蔓延开来 转眼间便弥漫了整座斗气之墙 斗气之墙眨眼间崩碎 而诡异的黑色则化为了两条黑龙 带着咆哮之声 对着小一仙和天火尊者追上而来 见状 小一仙与天火尊者身形暴退 两股浩瀚斗气自掌心中抱涌而出 与那两条黑龙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两者撞击 空间裂缝犹如蜘蛛网般的蔓延而开 这般凶寒交锋 让小一仙与天火尊者身体同时一颤 旋即脚掌蹬蹬地踏着虚空 抱腿了将近百米 冰尊者以一敌二 反而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一招击溃小一仙二人 冰尊者淡淡一笑 目光瞥了眼硝炎 随手一挥 将散去的黑龙再度凝聚 对着硝炎咆哮扑来 见到了扑杀而来的黑龙 硝炎双眼也是逐渐血红 体内一伙早就有所准备的交融 一到略微有些虚幻的火莲 也缓缓地在其掌心中浮现 黑龙咆哮而来 带起无尽心风 也是在硝炎眼瞳之中迅速放大 伴随着黑龙的越来越近 硝炎手掌上的火莲也是逐渐凝实 但她的脸色也是越来越苍白 然而就在硝炎手中 火莲即将彻底浮现那一杀 其面前空间陡然扭曲而起 两道苍老身影诡异浮现 绣袍挥动间 轻松将那条巨龙击溃 黑龙崩溃 两道苍老身影后的空间内 一道青色倩影缓缓浮现 身影出现的瞬间 天静弥漫的雪花都出现了些许停滞 看见那道身影的那一杀 双眼血红的硝炎 身体陡然僵硬了下来 她眼中血色飞速退去 手掌之上的那毁灭火莲也悄然散去 硝炎的喉咙微微地滚动了一下 扭曲的空间 那身影几乎深入灵魂般的熟悉 即使硝炎哪一天将自己的身影给忘记了 也不会忘记这道 已经深深刻印在心底的身影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一道纤细的青色倩影 轻轻踏着扭曲的空间 出现在了这片雪花飘飘的天地间 轻衣女子缓步行出 并未望向对面的冰尊者 反而转身凝视着后方的青年 在见到硝炎那一脸的难以置信时 也忍不住嫣然倾笑 那突然间展开的笑容 就犹如那昙花般令无数道目光 都是在那笑容下失神 硝炎咧了咧嘴 身体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她注视着面前这个 令她嘲笑梦想的女孩 五年时光 当初的少女也出了得挺挺欲力了 不过最令硝炎欣慰的是 那对如秋水般的明眸中 依旧有着令得她性暖的熟悉味道 女孩模样大便 但硝炎一眼就认出 她还是那个爱跟在她身边 一口一个硝炎哥哥的小女孩 硝炎身子微颤 终于忍不住多年的思念 一把将她紧紧摟入怀中